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参与者其实感觉非常的不一样 那今天谈的这个课题就好像就如刚刚一辉老师所说 就是好像婆媳问题在华人的家庭 其实是还不是那么容易解的一个问题 所以当小薇请我来说 要不要跟老爸老妈的朋友一起来聊天的话 我说好啊好啊我们来聊看看这个课题 看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回应 那因为现在是FB直播 不过我在看到大家在在场的时候 其实很想问在座各位 谁是家婆的 就是婆婆的话是一般上我们在 在马来西亚我们都叫家婆 在台湾中国叫婆婆 可是我们知道婆婆的话 这边我们就是阿嬷祖母 所以请问在座各位 谁是家婆的 举手一下 有吗 你可以用 各位知道 在回应那边 你的回应那边 你可以举的 然后大概知道 现场我们有大概有多少位家婆在里面 OK好谢谢 好 OK 有 我们我们练习使用这个回应 有四位 五位 六位 在举手 我看到了 在座 有谁是媳妇的 家婆一定是媳妇 曾经当过媳妇 因为我知道 不过的学堂 这老爸阿嬷学堂 其实有一些还是 蛮年轻的朋友的 OK 好 也有媳妇 或者是曾经当过媳妇 OK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所以待会等一下我们进入我们的 交流时间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听看看 大家的声音 然后来跟大家 做这样的交流 那我看 因为现在是FB直播 然后比较没有 我们还没有进入交流时间 你先听我说说 然后等一下你觉得我所说的 你有一些看法的话 欢迎提出来 我是 我现在还没有当家婆 只能小而已 我是当人媳妇 家公家婆都不在了 然后婆婆是在 家婆是在 2019年 18年过世 所以其实 现在谈这个课题的时候 还蛮想念她的 好 那我先分享 然后跟大家 先做一个开场 好 等一下 看到吗 有有有看到 看到 谢谢 好 我是 郭富美 我教书的时候 我的学生都叫我 郭富城的妹妹 但是 甚至有一次 我的 我去到一所学校演讲的时候 那是小学 然后 真的有一个小学生跑来问 你真的是郭富城的妹妹吗 然后我说 不是不是 然后我们家五个兄弟姐妹 其实都是郭富 但是没有郭富城 那 我是 现在是在 星际园 大学学院 大学学院的意思 其实就是 将要变成大学 不过现在是处于 从学院 迈上大学的路中 那我在 台湾 博士毕业 但是之前呢 也是在 马达念我的 辅导 那 我是 注册辅导员 那如果你 各位有听 IFM的话 可能你会听到 我的声音 我常常是在 爱要幸福 就是星期五早上的 这个节目出现 那 谈的课题的话呢 通常也会 爱要幸福的话 其实都是谈性的课题 那 其实 每次谈到 性这一件事 其实通常也会谈到 关系 然后我真正的 工作 其实比较多是在做 夫妻辅导 还有家庭辅导 亲子关系 这一块 所以今天 会想要跟大家谈 婆媳问题的时候 其实 主要的原因是 很多时候 我们看到 夫妻之间的问题 有些时候 是 总是有一个 不能解的婆媳 关系的问题在 那意思是说呢 有的时候 家婆或者是家人 或者有的时候不是家婆 有的时候是 妈妈 或者是爸爸 或者是家公 扯进去 两个夫妻之间的问题 那 所以我们 今天很想 大家一起看看 你如果你是作为家婆的话 你怎么看待你的孩子的 夫妻关系 然后如果你是夫妻 你怎么去谈 就是当你的妈妈 或者是你的家婆 对于你们夫妻关系的一些事情 的介入的情况 是不是影响了你跟先生 或者是跟太太的这个关系 所以通常 这个 这个 关系 三角的这个关系 其实还蛮 有的时候 处理起来 不是那么豪杰 那我今天试着 从不同的观点 去看 为什么 媳妇 婆媳问题 这么难分难解 然后 大家都是 很清楚 华人的传统家庭文化 从我们这些做女孩子 从小 每一天 我们的妈妈 都要教我们 怎么样做人 做人的媳妇 所以 邓丽君有一首 很著名的歌 我从小 就开始 听这首歌 各位有听过吗 阿麦 然后中文翻译的话 就是祖母的话 然后 我是福建人 所以 我在想说 为什么整个家庭文化里面 当然 我们很强调 孝道 要孝顺老人家 要孝顺长辈 这些 当然找不了 可是 有一个特别的位置 特别的角色 特别的角色 是大家一直在提醒的是 怎么样做人的媳妇 所以如果我不会洗碗的话 我妈一定会说 你要学做家务 不然你将来长大 怎么样做人媳妇 这是什么 可是 只要我不会做家务 只要我不会煮饭 只要我不会做 扫地 什么的 这些工作的话 旁边一定会有人提醒我 你这个女孩子 这些事情你都不会做的话 将来你怎么做人媳妇 好 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特别 怎么一直有人 在我们小的时候 就一直提醒我们要做别人的媳妇 而且要做好媳妇 不可以做不好的媳妇 那这一首歌 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然后它的内容就是这样子 做人的媳妇 要懂道理 要晚晚睡 早早就要起 起来要做很多很多很多的家务 那这些家务的话呢 包山包海 包完全部 包挂包了 除了家公家婆的事情 还有小姑小树的事情 他们的衣服的话呢 全部都是嫂嫂洗 就是我作为嫂嫂的话 都是 都是嫂嫂去负责的 所以这个是很典型 华人家庭里面 媳妇的角色 是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 他要24小时 他什么事都要他做 比如说过年过节 全家人都来了 媳妇就要在厨房里面 煮完一家 二三十个人的 晚餐 早餐 午餐 这样子来煮 那这样子的一个画面的话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 就是我们过去的日子 是怎么样走过来的 好 那这首 不知道在场呢 有听得懂 复健话的吗 我在想要不要放这首歌 给大家听 因为我share 等一下我share一下 之前有没有人放歌 给大家听啊 偶尔也会有的 偶尔也会有 我试看看 这一首 有人会唱吗 在座的 在座的朋友 有人会唱吗 ok 有他们都说听得懂 听得懂 听过 等一下 他是这样子唱的 没关系 好 他是 这个有听过这样子的 然后 然后其实 因为我现在比较麻烦去弄 那个 youtube 然后 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 内容 其实一直在提醒我们 哦 没有听过 我觉得我还是来找一下 给大家听 等我一下下 这个超经典的福建歌 在我们的家里面 其实从之前 我以前小时候听的都没有什么感觉 好 哦 太好了 有人帮忙 我们有一位朋友 帮忙直接 我给我们大家听 好 就这里 有听到吗 大家 OK好 谢谢 谢谢这位朋友 谢谢 谢谢你好快 所以可见你的手机使用 非常的好 就是马上就可以找到你想听的歌 各位 一定要好好使用手机 我妈妈到 78 79岁 才会用smartphone 从此她的人生 过得非常快乐 因为她很爱唱歌 所以她后来知道怎么用youtube之后呢 她是很快 就可以听她想要听的歌 所以刚知道 有听过这首歌 这首歌也很讽刺的地方是 后面呢 她就说 你自己做了一个很辛苦的媳妇 等到你变成家婆的时候 你的媳妇是早早睡觉玩玩起来的那种 她用一个很嘲讽的方式来谈 家婆跟媳妇的关系 然后也非常的有趣 然后我们再看一看 就是到底今天我们的 这个婆媳关系 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样貌 好 在我们的家庭当中 其实 所有的 OK 我们刚刚说的是家庭主妇 其实后来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职业女性 假设你还要做工的话 家里的事情其实是没有少的 这个我在所有的研究里面 我在读这么多书里面 读完了所有的书里面 发现全世界的调查 就算是最好的老公 她做的家务 最多做到三分之一而已 三分之二还是老婆做的 所以家务这件事情的话 还有照顾孩子这件事情 其实还没有办法到一半一半 那这一个事情 回到职业女性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的家庭 特别是 我们的 我这一代或者是 我的下一代 他们其实不可能不做两份工 因为如果不做两份工的话 我们的薪水没有办法支持 我们有比较好的生活品质 生活水准 所以大部分的 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女儿 他们其实或者是年轻的女性 或者是在座各位 我猜也有很多都是 一直都是职业女性 一直做到60岁退休为止 那这样子的一个画面 工作没有少 但是家里的工作也没有少 好 那一直以来 所有在一个华人家庭里面 我们遵循的一个概念 就是男尊女卑 那就是我们所说的 重男轻女 我们家是福建人 然后我们是会安人 我听我妈妈说过 就是以前她嫁来我们 过家的时候 第一轮吃饭的时候 都是男生吃的 第二轮吃饭的话 就是吃剩下的 才是女生坐上去吃的 这个是她一开始来到我们家 其实觉得有点错愕的 但是好像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 那大家也可以知道说 其实整个家庭地位里面 最没有地位的 其实一直都是媳妇 那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台湾人 他说他那时候虽然是念到硕士 可是他一结婚的时候 他就感受到 进入这个家庭的话 其实是所有的家务 都是他在做的 就算有洗衣机 就算是有电饭包 就算是有所有的电器 但是动手的话还是他 那我自己那时候 20多年前去当媳妇的时候 结婚 那时候呢 自己有一个印象中特别深刻 我在去到我的婆家 其实我没有跟我的家婆一起住 我在吉隆坡 她在义宝 那我每次在我自己的家 或者是我做女儿的时候 我在我自己家 拜六礼拜我都可以睡到很迟 因为没有做工 拜六 那时候拜六没有的 所以拜六还是要上班 还是要去教书 所以礼拜天的话 我可以睡到很迟 可是我一家去 我的老公 我去到我老公家 就是去到婆家的时候 我就算那天是礼拜天的话 我一开始进去的时候 我都不敢睡太迟 因为要有媳妇的样子 然后我还要很认真的 去在我家婆煮饭的时候 我还要在旁边 很认真的站在旁边端盘子 帮他拿盘子 帮他拿东西 把他拿进得住 后来我跟我的老公说 我当你的老婆都没有那么压力 压力大到我当你妈的媳妇 我很在意 你妈妈心目中 怎么看待我这个媳妇 那我住在吉永坡 我住在家里的话 如果我的婆婆 我的家婆要来 从老家来我家的话 我大概前一个礼拜就会 就会开始发作 发作是我的老公说的 我就开始收拾物质 然后开始去插我的那个炉灶的那个 那个 就是那个 不是很脏吗 每次煮饭煮到整个炉灶啊 厨房很脏 我再开始会去插 然后我再开始弄干 要去弄干净 因为我家婆要来了 家婆要来了 在我的头里面 一直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然后我的老公说 你怎么你 平时都没有那么爱干净 怎么最近这么爱干净 我说你妈要来了 你妈要来了 她说怎么 我妈要来就来了 怎么 我说你妈要来的话 要弄干净一点 然后其实也在这里就是 我怕你妈来了之后 又嫌弃我这个媳妇 把整个屋子弄到脏脏的 那多么不好 然后让她觉得说 我这个媳妇太过不称职了 太过没有做好媳妇的这个角色 所以你看 当时的我 即便是受过高等教育 但是我依然还是会自己 莫名其妙 陷入在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当中 那这些想法这么根深蒂固 直到我后来去问 哎 是啊 我的婆婆有没有 从来没有讲过我的 没有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自己莫名其妙 会把所有的这个观念 深化在自己的心中 以为家婆是这样子来看待我的 所以这个就是 做媳妇的时候的心理上很大的一个压力 那我们也看到很多时候婆媳问题 困难的地方在什么地方 哪一天你变成家婆的时候 媳妇熬成婆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 一个现象 这个是我的观察 我也觉得很有趣 我常常发现 就是有女儿的妈妈 看到女婿的时候 对女婿特别好 OK啊 同样 你有儿子有女儿 然后你的女儿 嫁了 就是有女婿 你的儿子 就是跟另外一个女人结婚 变成你家的媳妇 OK同样都是你的孩子的另外一半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你对待你的孩子的另外一半 不太一样 态度上面 真的有差别 岳母看到女婿的时候 真的很客气 非常的好 然后 我相信心里面 其实我们 很希望说 女儿可以得到婆家好的对待 所以我对女婿特别好 是有原因的 可是很奇怪的是 我发现很多家婆 很怕儿子对自己的老婆好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点是 很心疼自己的儿子做太多 那 心里面的想法是这样子 就是我问过很多婆婆 或者我看过很多家婆 他们是这样子讲 他们是这样子讲 他说 我的儿子 做我的儿子的时候 我的儿子什么都不用做 为什么娶了老婆之后 他是需要照顾 家庭 就是照顾孩子 跟家 要做家务的 然后这个画面的话 其实我印象很深刻 我记得 我的哥哥是不用做家务的 从小到大 因为我们家 大家庭 男生几乎都不用做家务 然后家务都是女生在做 可是我哥结婚之后 有一次 我早上跟我哥说 你去拖地一下 然后我看到 哥哥在拖地的时候 我说 好 哥哥会拖地了 终于 老婆教会 他说拖地了 可是我觉得妈妈不是很开心 然后后来我才知道 妈妈会觉得 儿子委屈 天哪 如果在座的妈妈们 你儿子委屈 你有没有觉得 你的女儿会更委屈 我们看到的 很多时候 其实 他这个不是对错问题 而是 这个现象里面看到了 作为妈妈 我们的最大成就 就是我们把孩子照顾好 然后 当然妈妈 总是不会忘记提醒你 将来 你要去做人家的媳妇 所以 我一定要训练你做家务 所以 在家 我现在就开始训练你做家务 所以 总是发现 女儿都很生气 为什么 家务都是我做 哥哥不用做 弟弟不用做 都是我在做 其实妈妈的想法里面 很担心 女儿未来 结婚了之后 不会做家务 所以今天开始训练 那老婆的成就是什么 老婆成就是 其实是把 先生照顾好 所以我们也不让我们的先生 做家务 但是这个 今天肯定改变很多很多 因为我们知道 今天如果我也上班的话 我老公怎么可能不做家务呢 因为家务一定做不完 然后照顾孩子这件事情也是 所以整个来说的话 大家也可以回去再想想看 你对你的儿子 对你的女儿 对你的女婿 跟你的媳妇 有没有一些差别待遇 好 那这里的话呢 其实 有听过一句话叫做 结婚是女人的坟墓吗 之前是结婚是爱情的坟墓 就是结婚了之后 之前谈恋爱的所有的美好 但是结婚之后就一切改变 当然会改变 好多事情的话呢 绝对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那因为在之前的话呢 男人在家什么都不用做 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是 他们不会做 有一个研究呢 是说 12岁的女孩子 女生 抱baby 比那个30岁的男生 抱baby 还要厉害 各位知道 这是什么原因吗 就是 只要是在家里面是大姐的 7岁的大姐 7岁的小女孩 都要去抱那个baby 弟弟或者是妹妹 所以他到他12岁的时候 其实已经很厉害抱了 所以他抱baby的那个样子 抱起来 就是非常的有架势 而且抱得很稳 可是30岁的男生 男人 他的baby出世 他的孩子出世 他不知道怎么抱baby 因为他从小到大 都不会抱baby 那所以不是不用做而已 不会做 然后 其实也主要原因是 因为没有做 没有做过的话 其实很多东西都不会做 很多的太太 结婚之后 其实很生气 为什么老公 这个也不会做 那个也不会做 然后呢 当他要求老公 照顾孩子的时候 他也会很嫌弃 老公为什么做成这个样子 嫌弃啊 嫌弃老公 做不好 不干净 然后小弟嫂不干净 洗碗洗不干净 顾小孩的话 不会顾 然后小孩 很粗鲁啊 或者是小孩一直哭 所以那个嫌弃的样子 很多先生说 我不是不要帮忙 是因为我的老婆 每一次 叫我做的时候 我做不好的时候 我老婆的样子 她的脸 或者是老婆 就会发脾气 所以我非常害怕 那 害怕的时候 就不敢做 不敢做的话呢 又会进入一个循环 就是老婆更生气 然后 要做 他又做不好 老婆又生气 然后他就一直推 一直推 推到最后 其实就不做了 所以 后来我就会常常 在辅导的过程当中 我会跟太太说 其实你的老公 不是不愿意做好 最主要原因是 因为我们的整个 他的成长过程当中 他没有被训练 怎么做家务 他也没有被训练 怎么照顾孩子 那 妈妈 他的妈妈没有训练到的时候 其实就是老婆来训练 你的老公怎么做家务 怎么来照顾孩子 然后不要嫌弃他 鼓励他 他只要做到一点点 一定要拍手 哇 你很厉害 你做到了 然后鼓励他 让他更有信心 然后愿意做 继续做 然后做到更好 做到你满意为止 那 第二个部分的时候 其实我知道很多人 在结婚之前 就是 也会在想说 要不要跟家婆同住 然后这个问题 常常是 一开始 婆媳问题开始的 一个很重要的 摩擦的开始 那 很多的 家公家婆 或者是很多的 爸爸妈妈 在买房子的时候 我们总是想说 最好买那个三层楼 有七间房间的 好不好 那样子 我们全家 我有三个小孩 当他们结婚之后 全部都可以坐在一起 这个是以前 或者现在 还是有一些人的想法 所谓的三代同堂 可是 现实来说 大家知道 这样爱容易 相处困难 一家 七个房间 自省到整个家庭的关系 其实是还蛮不容易的 维持一个家庭的和谐 其实不需要用同住的方式来 解决的 说真的 我们对居住这件事情的话 大部分大家都觉得说 住在一起的话 比较有照应 没有错 但是还是要有一些个人空间 那我看到很多媳妇 她家的房间 虽然她结婚 她是大媳妇 然后 三层七间房间的这一间屋子里面 她的房间是最大间的 然后公交婆就让出了最好的房间 给他们夫妻 给大儿子跟大媳妇 可是呢 这个大媳妇每一天都躲在房间里面 她不太想出来 因为房间是她唯一的空间 她可以比较自在的躲在她房间里面 她不太想出在大厅 这个真的有很大差别 比如说我在我自己的家 我躺在沙发 翘起脚 然后看电视 然后睡着 怎么样都好 穿到很随便 都无所谓 可是我知道 如果我在我家婆家的话 不可能这样子做 因为家里面的人太多了 所以个人空间 其实是对 心理上的这个 舒服健康 其实是有关系的 所以比较好的做法的话 通常我们会建议说 如果说要有躁印的话 其实就在附近 但是是独立的空间 独立一间房子 其实是比较好 好过一间房子 三 同一个大门 三层楼 但是有的时候相处起来 反而是困难的 各位知道难在哪里吗 难在生活习惯 其实是不一样的 像厨房这件事情 假设有媳妇又有家婆 共用厨房的话 你们的 你们的 煮饭的那个 习惯 其实 真的就是很不一样 然后我只是跟我老公 两个人 我们都有很大的不一样 我喜欢 一面煮 一面切 然后所有东西都丢到洗碗槽里面 之后再来 试过整理 我的老公不是 我老公是 每一次洗 就要洗一次 收一次 收一次 洗一次 收一次 我说这么麻烦 他说 他不能顶 他一定要 这样东西弄好 就马上处理 马上处理 马上处理 我说 这样子 好 那我们最后决定是谁煮 我煮的话 我就用这个方式 那最后你负责洗就好 反正我不喜欢洗 那 可是如果是家婆跟媳妇 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协调话 你可能很多东西还是以家婆为主 因为你很怕 说会让家婆不开心 那 其实 女人是很勇敢的 一个女人结婚的话 她是住进去夫家 对先生来说 对老公来说 她的家就是原来她的家 她只是把一个人 娶进来 在她的房间里面而已 多一个人跟她一起 可是对这个女人来说 她是要离开她自己的家 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 然后这个环境里面 大家都 其实都是当她是外人的 然后这个适应 从 你看 我只是去我的婆家 住一个 一两个晚上 我都要重新打起精神来 不能够睡这么迟 因为还是要有一个媳妇的样子 如果我每天都要这样子的话 我应该也会疯掉 所以这个是很困难的 然后家里面吃饭的习惯 做习的习惯 卫生的习惯 等等 全部都要去适应 那这一个对 女人来说 我们从来都不知道 原来我们这么勇敢 我们敢敢进入一个家庭 那这里的话呢 其实家婆跟母亲 就是当你看到 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你会怎么想要对待你的媳妇 那你会想象说 你的女儿去到另外一个家的话 她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你有想要去了解吗 然后最后最后 其实要问大家的这个问题就是 你会重男轻女吗 然后我的妈妈说 没有没有 我所有的孩子都是一样的 但事实上 我们真的是觉得 妈妈有的时候 她不是故意的 但是呢 她真的比较重男轻女 关键很简单 就是我们从小都被建立一个想法 就是老来要靠儿子 然后我们从来不知道 现实是老来是靠女儿的 我妈妈只要一说 这次钱不够用了 还是怎么样了 然后女儿 马上就把钱塞回来 可是只要儿子一说 钱不够用 妈妈赶快把钱给儿子 这个是我每次笑着 跟妈妈说 妈你看 你是不是有比较疼 这个事情其实后来我们在家里面 其实是谈开的 我们就把她当着是一个 讨侃 就是跟我妈妈开玩笑的一个方式 那她现在呢 就比较不会跟我们熬 然后我们其实 出去姐妹其实都很坦然 就是很坦然于说 妈妈疼爱某一个孩子 其实我们已经不会再吃醋了 虽然我们总是要去 要去讲一下她 然后就是要去做弄一下她 那婆媳的关键 婆媳关系的关键人物 其实是儿子 所以这件事情的话 因为这个男人 两个没有关系的女人会住在一起 所以很多先生说 他最害怕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 如果妈妈跟老婆掉在水里面 你会救谁 Oh no 然后你讲两个 你讲妈你会得罪老婆 你讲老婆你会得罪妈 所以这件事情的话 我的儿子会说 Oh 我不会游泳 这样子 所以你需要到时候要靠着老婆救你是吗 好 那这一个问题的话 我们还有没有一些解套的方法 其实 还有一个观点可以提出来 就是 很多时候 我以前问学生 你喜欢怎么样的另外一半 你希望 很多男生很可爱 他们会说 老师我希望起到老婆 我是孝顺 我说 什么 你要孝顺我的爸爸妈妈 可是女生很少说 他找到另外一半 是要孝顺我自己的父母 那意思是 孝顺这件事情 是自己做 不要叫你的老婆做 所以很多时候 如果你的老公要求你来做什么东西的话 其实你跟你的老公说 你的爸爸妈妈 这个事情最好你自己做 其实有不一样的 真的还是很不一样的 我们也知道很多照顾老人的 其实都是媳妇在做 说真的 媳妇好了不起 但是我们会跟媳妇的老公说 如果可以的话 你也要学着做 怎么样去照顾你的父母 那记得我们其实一直要 需要学会去帮助彼此 跟自己的父母的家人 建立关系 怎么说呢 就是假设我要去到我老公家的话 我老公要帮我 跟他的兄弟姐妹建立关系 那如果我老公要来我的家 我要帮我的老公 跟我的父母 跟我的兄弟姐妹建立关系 那帮助我去融入这个家庭 不要让这一个外人 很 很艰难 那这一些事情的话 其实夫妻之间 其实要先取的公司 它可以减少未来 婆媳问题的那个冲突 变得比较大 那其实我们还有一个角色 还有一个人叫做姑姑 小姑 大姑 如果 如果姑姑再卷进来 就是 先生的姐妹再卷进来 跟妈妈一起 如果跟老婆的关系 跟媳妇的关系不好 其实媳妇的处境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所以我常常特别会留意 大家对媳妇的这一个角色 这个位置的人 这个身份的人 其实要特别的照顾一下 因为对他来说 他有的时候 是比较孤立无援的 所以先生其实在很多时候 常常会跟老婆说 阿里你就冷耐一下 我的妈妈都不会活太久 这句话其实是很不负责任 重要的是你跟你妈妈好一点 你照顾你妈妈多一点 你出面多一点点的话 其实你的老婆可以负担少一点的话 就是帮助你的老婆最大的帮忙 那我们也会提醒 夫妻之间 吵架的时候 不要在家婆家公面前吵架 因为这个很容易被介入 要去管夫妻的事情 所以很多时候我知道 家公家婆不是要去介入 孩子之间的夫妻关系 而是有的时候 看他们吵到不可开交的时候 很忍不住 一定会介入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教导 就跟孩子说 其实夫妻之间吵架是很正常的 但是要吵到怎么样 或者是关起门来吵 不要让老人家看到是很重要的 我记得我的一个自己的一个经验当中 有一次我的婆婆家婆来到家里 然后那时候女儿好像才刚刚两岁 大女儿两岁 然后我老公有洁癖 他就是很爱干净 所以你就知道会娶到一个 我不是那么爱干净的人 这个叫互补 互基关系当中 然后那时候呢 家婆跟小姑都在 她妹妹都在 然后我的老公会忍不住 她一定要骂地 她骂到干干净 她才会觉得舒服 我就跟她说 不要骂 孩子在 因为孩子走来走去 很容易滑倒 结果呢 她还是坚持要骂 她一骂之后 真的 那个小朋友不小心 真的就是滑倒了 然后 一看到小朋友滑倒 心里一气 一急的时候 我就说 做么你 叫你不要拖 你一直要拖地 然后我对老公一发脾气的 那一个样子 在场是有我的家婆 跟我的小姑 然后 我的样子 没有吓到我的老公 但是我的样子 吓到我的家婆 跟我的小姑 然后我被我的家婆的脸 跟我小姑的脸吓到 哈 他们大概很难想象 说 这个念辅导的 一向来 看起来 温柔的媳妇 突然间发脾气 对着我老公发脾气 对着他的儿子 对着他的哥哥 发脾气的样子 好恐怖哦 所以后来 那一个经验之后 我跟自己说 绝对不可以做这种事情 就是怎么样都好 对老公多生气都好 都不能够显现在 我的家婆 或者是他的家公家婆面前 或者是 他的兄弟姐妹 因为他们不够理解说 我其实之后 我可以跟我老公 自己settle这件事情 我们处理这件事情 可是他停留在的那个画面 就是看到我很凶的骂 他的儿子的样子 这个其实是很不好的 那我常常 我们常常被教导 我们 我们疼媳妇就好像疼女儿一样 我们代家婆就好像代妈妈一样 可是这边 要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点 不要这样 距离就是没 我不把家婆当着妈 我的家婆也没有帮我当女儿 因为妈是不能取代的 女儿也不是不能被取代的 媳妇就是媳妇 家婆就是家婆 所以不要把家婆 婆媳关系视为理所当然 没有这件事 我们是要去经营的 我们是要去努力的 去跟家婆建立关系 也要去跟媳妇建立关系的 所以尊重 是最重要的 然后最我用的一个 简短的话 距离就是没 你并不需要 家婆带你好像亲生女儿这样 或者你带家婆 好像跟你的妈撒娇这样 我觉得 这是太不切实际 也不够现实 如果有 当然好 如果没有的话 那个是也很好的 高度的相互尊重 彼此感谢 彼此感谢彼此 我们心里面觉得说 有缘可以当婆媳 这是一个多美丽的一个缘分 那 早期 其实我觉得 帮忙我们的另外一半 跟我自己的父母建立关系 最大的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家用 交叉给 我们通常就是自己的家用 就是我们想要给父母的钱 是自己给自己的父母 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就是交叉给 我给我的家公家婆 我的老公给我的爸爸妈妈 交叉给的过程 其实是很容易建立关系的 然后你会看到那幅画面 非常可爱 然后大家会感觉非常的愉快 然后觉得非常开心 比如说你看我 我把我的老公 我给钱给我妈妈 我妈会觉得理所当然吗 没有什么特别 可是我看到她的肌腹 她的女婿 给她钱的样子 没了没了 买了买了 买了 你拿着你拿着 我老公不会讲福建话 然后是这样的 可是我看我妈妈的样子 我就在那边笑到滚 我就想说 妈你看 我给你的时候 你都没有说 这么客气 这么买来买 这么开心 你女婿给你的时候 你开心的样子 比我给你多一百倍 那我也去给我的家婆 那个钱本来就是老公 要给她的妈妈的 但是呢 我作为媳妇 去给我的家婆的时候 我的家婆的样子也是一样 不要啦 不用啦 你们说啦 妈妈妈 你一定要拿 你一定要拿 OK啊 谢谢啊 谢谢啊 我家婆非常开心 所以我后来说 交叉给这个方法 其实是很有利于建立 婆媳关系的方法 然后让我们的 自己的父母 就是由我们的另外一半 去给我们自己付 然后他们的关系 就可以经历起来 所以我的家婆 其实是很疼爱我的 我的妈妈也很疼爱我的老公 那这边其实是 说真的 金钱其实是一个 对老人家最大的安全感之一 有的时候 送礼物还没有比送钱来的实际 然后这是我跟我的家婆 13年前 我抛肤弃子 去台湾念书 一个人去台湾念书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 我是不是疯掉了 留下 家里有三个孩子 跟老公 然后我的妈妈其实都反对 为什么我要在 这样的情况里 才跑去念书 其实图书是我的梦想 但是呢 最大的助力 除了我先生 其实我的家婆 是我最大的助力 她成全我 这个梦想 是她特地从老家 到我们家做证 所以 我不在家的时候 我家婆一定会在家 我家婆在家的话 其实给我先生 很大的一个安定作用 然后我家婆 煮饭 在书 然后跟孩子 可能没有那么的 close 因为孩子还是联益先生 但是呢 她给了先生 一个很安定的氛围 让我先生 可以在家 又要工作 又要照顾小孩 那孩子 这个时候 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终于可以跟婆婆 建立一个很 难忘的一个关系 一个美好的时光 那时候 我的大女儿 小学 五年级 11岁 我的第二的女儿 7岁 育智园 跟小一 这样子 我的小儿子 其实才两岁 九个月 那我的家婆在家 帮忙 照顾 然后让我 没有后顾自由 可以完成 我在台湾的 这个学业 我一共是 四年半的时间 在台湾 中间当然放假 是有回来 然后我回来的话 我家婆就回家 回去老家 做她的东西 那我拿到学位的时候 我常常说 我的帽子 我的博士帽子 有一半是我的家婆的 因为她成全我 完成这个梦想 所以这个博士袍 特地帮她戴帽子 穿上这个博士袍 跟她说 我说妈妈 你也是博士 那她完成了我们的梦想 完成了我的梦想 也让我们可以成长 然后她当时给我 很大很大的一个帮忙 那我最后最后呢 用张小燕的话 其实跟大家做共勉 张小燕今年已经73岁 各位知道 她是一个很有名的 综艺主持人 台湾 然后我也是小 去到台湾 开始看她的 大学也在台湾 开始看她的节目 我很喜欢这个 张小燕 然后我觉得她老得 非常的有智慧 然后自己的日子 自己要过好 各位现在我们慢慢老了 像我现在都已经53 都很难想象 大半辈子 然后她说 不要自作多情 假设有闲钱 假设有闲钱 要看美景 享受美食 你知道我们的上一辈的年 上一段日子 我们的成长过程 其实是还蛮辛苦的 现在是物质各方面 其实都是很丰富 那我们希望说 可以享受社会 回馈给我们的美好生活 弥补我们这一代的缺失 然后找回失去的自我 这辈子一直都在照顾别人 一直都是 一直都是一种 为别人而活 那走到今天 应该可以 为自己而活 今天大家可以在这边 课的话 其实真的是 好的对待方法 那去还有什么 没有做到的 现在就开始来做了 过去还有什么 课没有上到了 现在要来上 还有什么没有学到的 现在要来学了 不要再等了 身体要能治理 如果你身体还可以治理 我们觉得 孩子是比较好 真的 那不要把幸福的晚年 寄进孩子的身上 不好意思 声音一直在干扰 可以关掉静音吗 不好意思 等一下 好 好 不过的这个 这个声音是一直在出来吗 还是什么 OK 谢谢 只要身体能够治理 其实请大家学习 跟孩子分开 住 虽然我们说 一站在同堂是很 幸福 很 很好的一个 象征 其实 不尽难 我们也要过自己的生活 不要把幸福晚年 就拖在孩子的身上 如果 而是要根据你的条件 和社会的现实 以自己的能力来安排自己的晚年 意思说 有的时候 不要把全部的钱都留给孩子 其实自己的钱 自己要 照顾好 我们常说 酒病无效值 这是真的 那你要有制度难关的准备 如果我们遇到什么难关 我们 未来会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需要 这些都要安顿好 所以 不要 其实 你可以 可以把自己安顿好 就是对孩子最大的一个 一个好处 OK 那要跟孩子保持一定的距离 不要把痛苦困难总是对孩子讲 跟辅导员讲 我知道老爸老妈有一个热线 其实有的时候 孩子很 很可爱 孩子听到我们的痛苦 都要帮忙我们解决 可是很多时候 我们的痛苦 说真的 讲了讲了 自己都忘记了 因为讲了就忘记了 就没事了 可是孩子听在心里面会有负担 会有压力 所以不需要跟他们讲 那我们就拿个电话起来 反正有这么多的辅导热线 这样多的辅导 发射辅导机构 有很多的热线 大家可以去打一个电话 我现在有一个困扰 不能怎么办 然后 当然不获的课 你一定要来上 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可以交流的时间 少说是 多说不 有压力和负担的事情不要做 你不要让自己一直很多负担 很多任务 其实没有我们的话 地球还是可以转的 那多一次不如少一次 其实真的一点点的去舍弃 不用管这么多 轻松自在很简单 打理好自己的事就好了 不要管别人的事 也不需要去操心老天爷的事 所以招想院的这个提醒 我觉得很现实 也很实际 把自己的事情管好 不要给孩子添麻烦 就是最大的贡献 有很多钱 千万不要留遗产 免得孩子为了争夺家产 打官司 有经济能力的老人 也要把自己的费用流出来 那孩子们才能够 心爱你的 送你走最后一层 最后 其实我们都会很害怕失去 但是你拼了命的珍惜 其实最后都是留不住的 所以顺其自然 无奈 无可奈何都好 淡然 认认真正的活在当下 我们会发现生活 其实不是那么难挨的 这个是张小燕 在2019年得奖的 她有一个台湾的一个大奖 应该是终身成就奖 这是张小燕 71岁的时候的样子 好 旁边这位是张小燕的妈妈 现在应该是96岁 大家可以上网去搜索 张小燕跟她妈妈真的很了不起 然后张小燕的妈妈是 她好像是张爱玲的表妹 非常不简单 她的长寿 你看她93 你看她拍这个照片的时候 是93岁 我常常说 如果我们可以活到93岁 还可以这么美丽的话 应该也很不错 各位真的 我们礼拜天的调查的报告里面 其实 因为我们在做老人研究的时候 发现 马来西亚的华人 女性的平均寿命是81岁 现在是2021年 男性也有75岁 所以 我们还可以活更长 既然可以活更长的话 其实真的要好好把日子过好一点 生活就是这样 你不能每一天都满意 更不要去讨好别人 错失自己的本性 所以 数数看 我们其实已经过了一半 还有多少日子 可以让我们浪费 不能让我们再 践踏我们的日子 然后不要再去感慨过去 好好的活着 简简单单过好 每一天 那我相信 我们的婆媳问题 都可以解决 只要我们安好 孩子也会安好 那我今天的分享 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